海巡人員從貨車上用小刀割開箱子 發現裡頭全是塞滿了處理過後的切絲香菇 價值不菲 數量超過上千公斤 準備在台灣開賣 好在及時發現 也斷絕了非法走絲香菇流入市場 他們大部分都是用走絲貨櫃的方式進來 然後我們都會有經過我們嚴密的部線追蹤 或是尾隨他們的行動跟監 然後很多我們正常犯罪的手法 不不要他們一網打劑全部查劑到案 他們香菇有的是非法香菇 有經過特殊的處理為了要保存 所以有可能加加化學藥劑 或是一些化學原成分在 那對我們身體也非常不好 甚至那個疫需 我們沒有經過檢驗的東西 我覺得對國人生理這樣做得很大的影響 打擊走絲香菇 支持台灣菇龍 支持台灣菇龍 這一次走絲香菇重達1390公斤 為了杜絕流入市面 因此全數送到厚里焚化廠進行銷毀工作 立法委員江啟成就表示 面對走絲事件不斷 除了希望海巡署能夠持續加強查氣 也期望消機會在市面上的香菇要進行檢驗 依賴保障孤農也保護民眾的健康安全 其實香菇走絲的問題不是只有最近 從過去兩三年來我們一直在追蹤這個事情 也要求政府相關單位要做好把關 要延棄走絲 而且對於走絲的部分要嚴懲 市面上不法的走絲 我們也要求行政院相關的消保單位要去積查 因為它不只是影響我們菇農的生產香菇的價格 台灣香菇的價格 其實還影響到消費者的健康 地方也提到台灣香菇需求量大 尤其目前正值端午節包縱時期 價格一直都很好 長信不肖業者挺而走險 突取暴力 不過最後仍敵不過法碗揮揮 而多達上千斤的香菇品質 雖然看起來都很不錯 但由於未經檢驗且來路不明 因此仍全數沒收進行銷毀 避免危害民眾的食品安全 既有王盛炫台中採訪報導